嗨,大家好,我是科幻名不满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科幻电视剧 《菲利普迪克的电子梦》的第八集 在影片中,世界爆发了一场终极战争 人类因战争而覆灭 除了幸存的人们之外 只有一座一直为人类提供补给的自动工厂 正如名字所示 自动工厂是一座完全交付给机器运作的工厂 还不需要人类在流水线上扮演任何工作 从商品的生产到最后通过无人机交付给人类 一切的生产线全都由机器完成 或许工厂的成立之初尚且能为人类提供便利 然而时间久了,问题就显现了出来 人类与机器终归是两个物种 因此二者之间如何沟通成了问题 作为生产者的自动工厂服从设计者的命令 不停地为人类社会提供商品 然而因为大战,人口骤减 人类本身并不能够提供足够规模的市场 消耗掉这些商品 因此商品过剩被堆积起来 不断地侵占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工厂的生产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 导致人类无法进行工作 女主角艾米丽是大战后的幸存者之一 为了改变现状 以她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类 决定发动起义,炸毁自动工厂 阻止人类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再通过上官网打差评这样的方式 引起了工厂的注意之后 几个人的计划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展开 自动工厂的调研机器人 来到了艾米丽居住的村子调查原因 而艾米丽和伙伴们先例后兵地招待了她 希望能够通过对话达成和解 但是人类与机器人看待事物的代沟 简直就是不可跨越的天欠 矛盾飞弹没有解决 反而进一步深化 于是艾米丽用电机枪电倒了机器人 决定修改她的程序 让她带领三人混进自动工厂 不过艾米丽这边遇到了麻烦 被电运的机器人突然清醒过来 艾米丽只能紧急处理 为她开炉 接入数极限 提前篡改她的程序 然而这个工作量十分惊人 艾米丽在工作的过程中睡着 做起了自己经常做的梦 在这期间 艾米丽发现了调研机器人 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 在感到吃惊的同时 也意识到 自己要去修改她的程序 可能不太现实 于是艾米丽另提西径 用将她置换为无人机的办法 作为恐吓强迫她为自己服务 艾米丽的方法果然奏效了 于是一行三人成功的混进工厂 等待决战 进入工厂之后 几个人分头行动 然而自动工厂似乎早有准备 陷于艾米丽的队友们相继失败 而艾米丽则在工厂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人类模型 难道工厂是打算通过生产机器人 来替代人类吗 还没有查清楚 艾米丽也被俘虏了 原来在之前的大战结束后 人类就已经彻底灭亡 但是没有人类消费 自动工厂就失去了意义 于是机器人为了工厂能够继续运作 就尝试以旧有人类资料为基础 开发出拟人机器人 修改掉记忆流放到各处 进而为自动工厂提供市场 所以艾米丽他们本身 与工厂是一样的都是机器 而原本的人类与机器的对立 从根本上就不存在 自动工厂读取了艾米丽的脑内数据 意识到了他所处的村子 出现了不合理的运行模式 于是决定一发导弹 消灭掉整个村落 而被制服的艾米丽 此刻只能眼睁睁地目睹自己的朋友 消失在整个世界 那么一切就会这样结束吗 其实故事的转折点 就在艾米丽经常做的那个梦里面 原来他梦里的那个人 是自动工厂的设计者 而艾米丽正是模仿他被建造出来的 然而作为机器人的艾米丽并不具有梦中的记忆 所以他对自我产生了怀疑 并且通过实践 早就发现了自己是机器人的事实 产生了独立意识的艾米丽 认为这种独立意识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可能性 并且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植入了病毒 现在病毒启动了 艾米丽最终瓦解掉了 由另一个自己创办的自动工厂 那么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风马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文粉丝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